台风近逼 海边沿近民众靠近 尽管山坨台风已经在台湾家门口 但一度慢跑 好几个小时近似滞留 速度只有个位数 却持续增强涨胖 看在气象专家眼里 是个不折不扣的怪台 路径上来讲 它也打破我们在南台湾 从台南 高雄跟屏东直接登陆 而且是强烈台风的这个记录 47年前 塞洛马台风重创高雄 也只是中度台风等级 历史上完全没有过强台登陆高雄的记录 路径上看也无法归类 是气象鼠定义的哪种青台路线 南部登陆 东部出海 随特殊路径 也算怪台 2004年南马都台风 受台风环流与东北季风 共犯效率影响 造成罕见12月超大豪雨 则是从屏东登陆 还能归类式第九类路线 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台风 跟山头台风是一样的 目前还是非常的 这个朱硕迷离啊 不确定还是非常非常的高 怪象还没完 日本气象厅 独排综艺预测 台风会北偏从云加登陆 然后从大台北出海 等于是从西半部北上 现已把洞全身 风雨分布会全改全变 这是日本最新的模式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持续再观察一下 未来会不会有这样子新的运动的路径 那这个部分可能还要跟台风 当时的这个结构 还有台风的强度 做统一的这个搭配评估 预报本来就有误差 山头从西南车登陆大势底定 登陆后怎么走 谁也说不准 正因罕见路线斜切 怪台路线模式 威胁台湾 都会请问张晨 钟昌晨 在台北采访报导 我是李都夙 加油 I will show you 愛你呀